世上居然有这么奇妙的事 他有一个特殊能力 就像手机连接WiFi一样 能够连接其他人的情绪 喜怒哀乐都能感受到 只要被连接的人心情低落 他就会伤心的眼泪吃掉 不分场合 不看时间 拍节目时对着镜头哭 介绍料理时对着顾客哭 他也有突然高兴的时候 同事失恋在伤村被怀 他却哈哈笑个不停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他也解释不清楚 以前小时候和双胞胎妹妹有感应 只要妹妹伤心害怕 他就会感受到相同的情绪 但是妹妹已经失重18年了 现在突然出现感应 难道还活着吗 实际上他和女主连上了心灵WiFi 两个人巧合偶遇 却不知造成他情绪波动的 就是这个慌张的女孩 第二次偶遇是在天台 他一个人坐着 一脸心情不好的样子 两个人你不言我不语 就这么哭着了半小时 他实在忍不住饥饿了 这姑娘却两眼发光盯着 只好分一个给他 本就塞牙缝都不够的分子料理 还得两个人分子吃 他说平时都只是端菜上桌而已 第一次吃这么贵的料理 看他饿得着急 又分了一个给他 小姑娘这是饿了多久 吃得够急的 用这杯高级香槟数数口 多亏了她的米其林料理 美食真的能让心情变好 她一直盯着这个可爱女生 难道心灵感应的就是她吗 女主被盯得浑身不自在 只能接口先溜人 她却欲言又只要问什么 还以为她是要联系方式 高兴的要主动给手机号码 她却像个超级直男 直接就拒绝了 弄得女主尴尬的找地方 更奇怪的是 问起了她小时候住哪 今年多少岁 甚至还要和她玩猜拳游戏 这男人奇奇怪怪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她被吓得赶紧溜人 回到餐厅才发现有人送礼物 经理说是男主送的 除了一份料理之外 还有一条精致的丝巾 第一次见面就送这种礼物 还说不是个变态 没想到下班后又偶遇了 她赶紧退回了礼物 生怕她误会了两个关系 她觉得很奇怪 看你吃得这么香 送你一份料理尝尝而已 再说这条事情怎么回事 这也不是她的呀 到底是哪个变态送的